所以美国政府的这个做法相对来说 针对中国移民还是偏软 不是很强硬 就他对这个其实是无所谓 中国人的犯罪率呢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你看美国国内的很多报道 走线过来的难民 强奸杀人盗窃 酗酒闹事 而来的中国人最多也就是 到了美国以后 在庇护所里住着 这个又不想挣钱 又不交税 吃美国福利 可能美国移民部门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你说犯罪来自中国的这个 犯罪的概率这么高 因为我有亲身经历 三年前我去这个 德克萨斯的过程中 就是回来的过程中路过了一个景点 就是我去 马提湾的时候 开车闯入了一个军事基地 就我们开出道了 那军事基地的这个警卫 大家应该知道 美国所有的警卫 基本上都是外包的 就国防承包商这样的 他不是军人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 就外面这层港哨 他不是军人 人家按着手枪的枪套 就靠近我 左手伸出来 制止我 继续前进 右手按着枪套 当我打开车窗 把头伸出去 伸出半边点 给他看 他一看是中国人 马上就把手从枪套上移下来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要去这个 马提湾 他告诉我 从前面绕着 一个路口绕出去 你这个导航错了 那么第二个是 去纽约的过程中 那么我从纽约往回翻 路过华盛顿 想去白宫看一看 我直接一头栽进 白宫的停车场 那它是标准流程 是吧 一边警卫按着枪套 靠近你 一边地下有一块钢板 长得道刺的 钢牙的钢板就伸起来了 就阻拦你继续往前前进 当我把头伸半边出去以后 他一看是亚洲人 是吧 有可能是中国人 他马上就把手从枪套上移下来了 包括我们在 就我在泡沫了 我有的时候从家里面到办公室来的路上 遇到茶酒驾 就晚上啊 遇到茶酒驾 或者遇到什么 就临时的安检 他看到你是一个华裔 是吧 你再跟他说我是中国人 他就直接让你掏出驾照 给他看一下 他的驾照 根本就不拿到车上去 因为按照标准的流程 他应该拿到你的驾照 然后 他把驾照送上 熊罗车 他 他有移动办公的 就是他那个 有点像快递的卡车一样 他是一个移动办公室 上面有传真打印 复印 是吧 然后那个扫描 一系列的设备 就是你的ID往上一靠 他就把你的信息显示出来了 就有点像普通警察 那个手持的警部通一样 是吧 他是大型的 他一般看到我们华裔 他直接就 看一下驾照 OK 然后就让你滚蛋了 走吧 所以明显的 美国执法部门 对来自中国的这些 移民 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他没有什么概念 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你基本上不冒头 是吧 除了这个偷税漏税 是吧 这个这个 搞一些这个违法拦截的事 啊 中大麻 这个虚报产量啊 刻意的去去搞一些东西啊 偷水偷电 是吧 要不就是 中国人最厉害的 可能就是情杀 这个老婆偷人了 老公拿把枪把老婆毙了 是吧 最多也就是落这点新闻 基金山好像上次是用拳头把老婆打死了 就家暴 就危害美国社会 危害美国公民的事 亚洲人做的很少 尤其是中国人 做的很少 他不会对你有特别的限制 所以我们 我们有很多这个在 在美国生活的过程中 你也不知道他把你忽略了 到底是喜还是油 听起来很可笑 那么未来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不太一样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习胖这个政权 他们对台湾的这种 恋想可以说是一种执念 而且离他动手 其实越来越近了 那么战争爆发了以后 西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移民 就会提高警惕 进行甄别 这是一定的 就如同我之前讲过的一样 所有 左转的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就是他用大爱来包容 不太会出台更为激烈的政策 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这样的 所以这个在菲律宾的华人 现在家门都不敢出 因为中国政府搞的这个海警法 那海警新规是可以在南海海域 中国公布的海域 抓捕外国人 包括菲律宾渔民 是吧 前两天甚至把菲律宾公共船的扣下来 把对方的枪支都收缴了 就这一个新闻 其实你能看到两个点 第一 中国的海警是真的敢这样去做 第二个是菲律宾 这些哥们竟然真的把枪交了 一枪不发 其实你能看到 目前我们所关注的很多新闻 他背后说的故事都是充满了酸甜苦辣的 不仅仅是中国强势 而且周边国家 其实如果没有美国带头大哥的话 他们是不会主动介入这种争端 扩大争端的 因为他们自身体量比较小 他们对自身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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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